今天华尔街论坛直播的一个开胃菜 今天的真正煮菜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年轻人 现在也可以算是年轻人 曾经和奥巴马可以高谈阔论的一枚前央视记者 曾经自称可以代表亚洲的这样的一个媒体人 如果屏幕前的各位不认识魏晨刚的话 我也非常理解毕竟他已经消失了十年的时间 而且再次回到屏幕前再次回到公众视线之下的锐成刚 已经是47岁的可以说是中青年了 中青年小伙两并多少是有了一些深灰色的变化 曾经的至高新高气傲的锐成刚是不是还是曾经的锐成刚 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锐成刚其实是怎么说呢 先我来介绍一下这个锐成刚在过去四五年都经历了哪些 其实锐成刚在2020年的时候有媒体报道 那么当时消失在公众视野近六年的中国央视前主播锐成刚 在2020年前后被传刑满出狱 在2020年12月14日 当时有报道说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锐成刚已经是出狱在合肥老家调养 那在当时的香港疫情缓解后据称要赴港就职 当时的消息提到邀请锐成刚就职的是香港最大的商市公司的公司之一 上市的地产公司之一也是在香港拥有最多土地储备的公司之一 以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兴建多处优质住宅及商业的项目 34年前的这个报道没有说锐成刚受邀的年薪 也没有说这个锐成刚去了这个地产公司 去了香港之后具体是做什么事 那么在锐成刚他服刑的时间大概是六年 那么在2017年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呢 根据一份吉林省交合式的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啊 锐成刚的罪名是受贿行贿行期为六年 起行日期为2015年的5月18日 行买日期是2020年的12月11日 那么锐成刚在出狱之后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在过去的三四年的时间都到底在干啥 那么在北京时间的2024年的10月21日 那么在YouTube上突然有一个账号 自称是锐成刚并且是发布了一支视频 那么在这17分钟的视频里啊 坐在镜头前的就是锐成刚本人 这段内容也是锐成刚在阔别10年之后 通过YouTube这样的一个平台 向观众表达他的人生感悟与思考 是毫无预兆 这个毫无一个预告 那么这样一段视频啊 在这样的一段视频中 锐成刚谈到了这10年的时光 对他自己对一个企业的影响 也反思自己这段时间的变化与成长 他分享了在生活中被人认出时的感动 特别是通过声音辨认出的一些经历 让他决定重新和观众进行联系 那么锐成刚也回顾了自己在过去10年中的重大挫折 那么在今年47岁的一个年纪 曾经经历过失去自由痛苦与艰难之后 他表示虽然是在之前已经抵达了一个人生的低谷 但是他现在是已经逐渐走出黑暗 重新审视人生并反思人性的多面性 他也宽容对待曾经伤害过他的人 也强调阅读和知识在他低谷时期的重要性 那么在这一段17分钟的视频里 他尤其谈到的是在他感受到最黑暗最低谷的时候 他只有唯一的朋友就是阅读 他谈到了生活中的简单的快乐 而要强调珍惜生活中的每个小瞬间 同时他也是非常比较模糊的 辟谣了关于自己的非常多的传言 同时他也澄清自己目前是职业投资人 并表示未来会陆续在YouTube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分享更多的人生阅读和走出黑暗 走出人生低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样的一个第一支视频呢 大致上来说呢 是锐成刚重新回到公众视线前 跟大家问个好 但是大家更关心的是 锐成刚之前牵涉进的一些绯闻也好 或者是丑闻也好 或者是事件也好 他会不会在YouTube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和大家分享 或者是这个有意无意的谈及 他过去作为一个媒体人的经历 那么这里面有应该是有非常多敏感的一些方面 尤其是大家讨论的 比如说这个令计划太太团这样的一个故事 还是令计划太太帮这样的一个故事 因为之前过去几年的时间 坊间关于锐成刚和这个令计划之间的一些传闻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不知道此番锐成刚重新回到公众视线 让何彬先生是不是又想起了什么样的故事 我觉得锐成刚再次感应的感觉 他是很勇敢的 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大起大落 他还能够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恰恰这些年我一直强调的 就是一个人你可以被批评 一个人你可以呢 把他送上这个法庭 但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国家 一个文明的世界 是需要有一个被告发言的这种机会 中国的这个司法之所以令人不齿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只有检察官 只有法官的宣判 那么这个被告他基本上呢 只有认罪的这种权力 几乎没有这个辩护的这样一个权力 所以这是非常遗憾 那么就是所以我们这些年来 一直希望就是各种各样被中国判刑的人 如果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那锐成刚现在站出来 从这个意义来讲 而且他非常清楚地讲出来 有关于他的各种各样的搞血的说法 也包括跟另一句话 他的这些说法很显欲 他说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那么他有他的这样一种 为自己辩护的这种权力 我简单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视频 他还是那种朝期的那种 你说是中国的新一代的演说家的那种才干 引进据点 有很多人性的人生的思考 有很多名人的这种对他的这个影响 引出这些东西出来是很好的这个鸡汤 那这种鸡汤对于这个世界是不是还需要了 有很多人早就不需要了 早就以互相攻击 互相伤害作为主要的工具 因为人也是喜欢看热闹嘛 就是给了这个人性的劣质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宽阔的空间 其实是很多的网友的这种心理需求和惯性 所造成的这种劣质化的情况 而岳正刚现在表现出来 想更多的是宽容 更多的是理解 更多的是感悟 那么这些心灵鸡汤呢 这个对于有一些人也是需要的 虽然我也不太和心灵鸡汤或者说呢 但是我也不反对这些东西 你整笔互相去攻击和伤害还是要好很多 至少呢 希望他的人生 他是判了六年 判了几年 那个对于他当年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来讲 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打击 多么大的一个伤害 他能够在那个时候把书 变成他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柱 而且他说他都舍不得看完 这种感受我认为是非常真切的 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没坐牢 但是我们可能看到的书啊 好书是非常之少的 尤其是八十年代初期 那个时候来不及了 那么还流传这个手册本 你都很难相信 一本书把它手册下来 大家看到的是手册本 然后呢 或者说一本书啊 那真的是看完以后 马上截图一个人看 后面就等着都爬队 但是那本书到了你手里的时候啊 你拿到手里第一个感觉是 能不能这个故事慢一点接触 能不能这个世界啊 慢一点推移 因为你很难有机会 等到下一次机会看到一本好的书 所以这种感受 我觉得确实有他非常 正确的一方面啊 至于他到油管上面做什么 我一点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已经在海外了 可以自由的发表言论 还是在中国大陆 也可以有节制的发表一些言论 不管怎么样 一个人出来勇敢地站出来说 过去对他的各种的说法 都是这个不识之词 有这句话 我觉得就已经很有分量了 那么我们作为观众 那么所机会能够确定 哪些东西是真的 哪些东西是假的 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 尤其是在中国的这种政治 和响的作业之下 尤其是中国人 有这个 这个 也不是中国人嘛 观众或者是读者 有这个喜欢八卦的情况之下 加深了 对卫长刚的这种八卦的传播 现在他出来说 一切都不是真的 都是这个 这个 这个捏造的 或者是大家传闻的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至于其他的事情 我就不是很了解 他现在搞投资 他现在搞这个 这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给人的感觉 他还是我前面讲的 还是有一种 好像是一个精心准备的一个 一个稿子啊 不太像我们这样随便讲一讲 比现在比较流行的话 就是这个锐成钢的眼中啊 六年之后啊 仍然是眼中有光 但是呢 你可以看他这个拍摄的这个环境啊 在我看起来的 似乎是在一个中国之外的一个海外环境 那也有人好奇啊 那么现在那不只是锐成钢 那之前也有一些众多的这个央视的媒体人啊 非常有名的媒体人 在YouTube上开设账号 那么讲述可能只和他所经历的 或者是从这个媒体人的角度 所见到的一些公众事件 以及他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感受 那么关于到锐成钢这里 因为虽然虽然我们这个名字 大家听起来是陌生又熟悉 但是这样的一个视频 以及这样的一个频道只有一支影片 那么这样的一个17分钟的视频呢 也多以打招呼和和公众问好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影片 又结合到锐成钢现在究竟人在哪里 如果说他在中国还在中国境内的话 那他能够分享的一些 我们可能会认为比较敏感的信息呢 结合到他人在境内 可能是不太方便分享的 所以有人就好奇 锐成钢开设这样的一个账号呢 大家非常显然 最关心的是之前漫天飞舞的这些谣言 但是他能够以这个前央视媒体人的姿态 说出多少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 我们是比较好奇的 当然了这个账号是属于锐成钢本人的 他是他愿意说什么 就愿意就可以说什么 这是他的自由 只是说结合到之前这个在YouTube 在YouTube的世界中啊 叱咤风鸣的几位前央视的媒体人 引起的那样的一个非常轰动的效果 再看回到锐成钢这样的一个视频 以及锐成钢本人的这样的一个油管账号 这样的一个频道在未来会以怎样的内容更新 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 那么这个锐成钢的账号 这个大家去YouTube上搜一搜 也可以非常容易的搜到 这里也就不这个放在屏幕下方分享了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几个话题啊 尤其是刚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锐成钢的油管账号 那么也和大家简单谈了一下锐成钢在17分钟的视频里啊 究竟说了哪些 依然是要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各位的打赏 感谢云水 感谢卖团 感谢David 那在华尔街上